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说博士 上一节我们说 江青1966年年底 主动的和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 谈起了自己早年的历史 那么上一节我们说到 他谈到了他和于启薇的恋情 这份恋情最后呢 无疾而终 由于于余家家庭的阻力 那么有情人没有成眷属 江青就嫁了唐娜 那么七文宇的回忆接着是这样写的 说可是唐娜在他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总是限制他这个限制他那个 你看婚前唐娜是怎么一把鼻一把泪的 拼命的追求江青 一旦追求到手了 接了婚了之后就开始限制江青 不让江青和别的人交往 把江青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 这个江青就受不了了 你看江青早年写的那些文字 江青怎么可能受得了 这份限制是不是 江青说我那时受那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 他那时候不是演那拉 华君江青是演女一号的 他也喜欢那拉 我相信江青演那拉一定是本色出演 江青就是那拉 江青说我在台上演那拉 心里也喜欢那拉 不过呢 齐本宇说江青也说唐娜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 不复杂 可是他对待家庭 也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 所以呢 江青说他就和他和唐娜离婚了 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 与唐娜离婚 对江青的打击很大 他说那时候他觉得前途茫茫 组织关系接不上 也不可能再去找于其威了 一个小弱女祖 在上海 得罪了影视界的第一大腕 差不多 然后这个社会上的舆论导向会是什么样可想而知 他说亏德那个时候有很多好朋友帮助他 江青说他总忘不了蔡老 蔡老 这是当时中国电影界对一个人的尊称 就是当时中国电影的一大腕 另外一大腕 这个他是拍电影的 这个既做导演还做编剧 然后偶尔还客串一些的角色 此人蔡楚生 中国搞电影的人都知道这个人 中国电影的先驱 广东人 这个 著名的江青演过一部电影叫王老五 现在在网上你还能看到 搜到这个江青演王老五的一个片段 王老五 这个叫余光曲 著名的中国电影史上的著名的余光曲 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都是蔡楚生先生的作品 都是他导的 这个蔡楚生呢 曾经还和阮玲玉有过一段婚爱情 阮玲玉一生说几个来 第二个遇到的好人就是蔡楚生了 最后也是无疾而终 那个当时阮玲玉呢 就觉得蔡楚生呢 比较稳重 比较可靠 你看蔡楚生 江青回忆 蔡楚生对江青很关心 很不错 江青说那个时候 蔡楚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和帮助 而且蔡楚生给江青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 你看这是江青说蔡楚生 对他 但蔡楚生对这个阮玲玉似乎不是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样 这个蔡楚生有两个老婆 一个是乡下有一个原配夫人 这个原配夫人也跟他过了一辈子 这个四十年代初 他又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女党员 那在日本那什么海外留学回来 但是是中共 也是二十年代末的党员吧 这个陈曼云 陈曼云建国以后 做过华侨市委员会的什么办公厅主任了什么 反正四居级干部吧 后来做过全国互联的常委 职委 全国互联不叫常委 叫职委 这个陈曼云 所以蔡楚生是有两个夫人 但是在跟阮玲玉认识的时候 搞婚爱情的时候呢 那时候还没有陈曼云 那么阮玲玉呢 这个 觉得蔡楚生那时候很稳重 也很可靠 所以呢 对蔡楚生就没有任何防备 阮玲玉那时候 那都是明星啊 所以有很多明星都有很多隐私的时候 不敢对别人 这个不敢让人知道的一些个东西 怕影响自己的这个明星形象 有些隐私 阮玲玉把一些隐私都告诉蔡楚生 包括阮玲玉告诉蔡楚生 说我妈呀 我妈给别人家当保姆 我妈是给别人当保姆 那个时候呢 你想这大明星有这样一个妈妈 那完全是 这这这 是是是自己的一个一个一个 当红影星来说 那是个包袱是不是啊 是他的副资产 他跟谁都不说 谁都不知道 他就跟这个蔡楚生说 结果没想到蔡楚生 就是竟然把阮玲玉这个这个秘密 就就就就就就 昭告天下 这对阮玲玉的打击相当之大 而这个时候阮玲玉玉还知道 蔡楚生在乡下有自己 有有有有一个原配的夫人 嗯 有个老婆 所以这阮林玉 这雪上加霜 沉重的打击之下 阮林玉不就自杀了 不要自杀 自杀了之后呢 然后抢救她的是她当时 跟她在一起的第三个男友 这第三个男友 是出于私心出于什么 这个 没给阮林玉送往大医院送 送到一个 打算找小医院 看能不能救过来 救过来拉走 结果阮林玉很悲惨的 就这么死去了 这个蔡楚生 蔡楚生 阮林玉 似乎 这个 是阮林玉悲剧的 这样一个制造者 但是江青跟 专门阁小组的这些人 说起蔡楚生的说 又很深情 觉得当初蔡楚生 对他 给予了他很多很多 无私的帮助 很让江青感怀 这个蔡楚生 后来怎么回事 蔡楚生68年死的 在文革中 死的 这个 这是66年年底 你看江青 跟文革小组 在一起回忆的时候 还这么提蔡楚生 这段历史 以后我们或许还能提到 这个蔡楚生 然后这个江青还说 除了蔡楚生之外 还有崔薇 就是他在 这个江青在青岛 时候的同学 说这个崔薇 对他帮助也很大 像大哥一样的保护 而且崔薇这个人 为人正派 不像上海滩那些文匹 老想来占他的便宜 昨天嘛 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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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学里头 有个朋友 有个网友 在这里也不跟听了 提起了 三十年代 上海滩文坛 包括左翼文坛 那些大佬 那些个 那些个龌龊事 周扬啊什么的 以后我们可能会讲讲周扬 帮大家看一看 这个 什么是他真正的两面人 齐队宇接着回 说江青坦诚的说 算是回忆完了 他人生中这几个男人 一个三十年代的时候 三十年代之前 去江洋之前的时候 与启卫 他初恋 然后这个唐纳 然后包括这其中 期间给他 给予他帮助的 蔡楚生 还有他的一个同学 那么江青坦诚的说 说他永远难忘 他和于启卫的初恋 他说于启卫 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导师 是他的革命引路人 这还是很真诚的 这话说的 虽然因为他受到 封建家族束缚的原因 没能够嫁给他 但正是由于于启卫的引导 江青他才参加了革命 后来跑到了延安 这样他才能认识毛主席 并且真正的找到了自己 人生的归宿 江青跟启文宇说 说人家老说是主席先喜欢上我的 其实是我自己先主动去找主席的 你看江青多心怀坦白 江青说我早就 我早先就听说主席的夫人对主席不好 就只贺子珍了 后来又离他而去 主席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 我就想要去照顾他 这是江青对齐文宇说的 我觉得这很推心制服了 应该说这话说的 那么江青说 他多次听过主席做的演讲 看过主席的很多文章 觉得主席才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 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 他那时有着强烈的英雄情节 就江青啊 江青那时候 他说他自己有着强烈的英雄情节 这个谁呢 我看啊 这个马也新他妈妈 朱淡华 朱淡华这个好像曾经接受过 马舍签的一个采访 提蒋毛主席的这个情缘 这一生的情缘 从江青赫子珍说到江青 好像是这个 朱淡华老人提到 我记得好像是 他说这个 这个毛主席跟江青这个结合 不能像后来啊 就是肆意污蔑江青和反毛的这些畜生 那么说 好像他们的婚姻是政治婚姻啊 多么不幸福啊 不是的 不是的 事实上毛主席和江青是真心相爱的 才走到一起的 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就是毛主席和江青两个人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英雄的情结 你看江青一生包括最后那么壮烈 离开人世 那这江青身上的英雄情结真是太显著了 太显著了 太强烈了 毛主席也一样 毛主席你看这一生他喜欢的女人 包括他的妻子 你像杨开慧那多 那不是个烈女吗 你要按封建社会的标准的话 那绝对一等一的烈女 多么刚烈 那不是真正的女英雄吗 杨开慧 一个母亲 扔下三个孩子走向刑场 宁死不和自己的丈夫 了断绝这个夫妻关系 这是天下第一烈女 那你说贺子珍不也是吗 贺子珍不也是女英雄吗 贺子珍井岡山第一女红军那时候 不突然说 说贺子珍那时候 这个马上双枪啊都是 贺子珍那个脾气一个暴力 跟毛主席在一起生活十年 咱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贺子珍那个脾气在毛主席身上 那可是没少没少发 可是没少发 到后来一家延安的时候 执意要出走 你说从贺子珍 这个跟主席生活十年 最后执意出走 咱们劝都不回 派人追到他们的这个 这个新疆的追到西安 追到新疆的都不回来 那简直就是不归一切 那你说这个贺子珍 那不也是真正的女英雄吗 那也是一烈女 再到江青 包括毛主席对于历史上的一些 你不是他喜欢 你像李清照啊 他特喜欢李清照 你说至今四项羽 不是谁 不是喜欢秋锦 喜欢秋锦 这个 秋锦 那就是中国女权印度的先驱 不显望 至今四项羽不肯过江东 你看一个女人 隔一千多年 还那样 和这个 项羽在精神上达成那样的 一种历史上的穿越和贯通 那么真正的女英雄 秋锦不就是女英雄 所以毛主席这个一生这个英雄情节 他是大英雄 中华民族的大英雄 人类的大英雄 同时呢 毛主席也欣赏和喜欢英雄 无论是男英雄还是女英雄 所以毛主席生前的时候 包括党内斗争那么多年 听说谁要党内斗争过不去 自杀了 毛主席都觉得他妈没出雾去 这个罗任青跳楼 没摔死 摔残了 后来事情告到毛主席 说跳楼了 没死 毛主席当时脸上一通鄙夷的神情 一副鄙夷的神情 然后嘴里面就说了三个字 没出息 受点挫折和打击 就想不开 要自决于党 自决于人民 你按照说 毛主席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尊医会之前毛主席得跳多少次楼啊 是不是 所以毛主席 熟悉里比喻这些人 但是他喜欢英雄 有着跟江青一样 有着强烈的英雄的情节 其中也说 江青说他记得很清楚 1938年的春节 是杨历 1月31 那天主席来看江青和阿贾主演的打鱼杀家 那江青说阿贾很会演戏 他在舞台上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压得很低 来衬托江青 就阿贾 那突出女主角 把CV让给他 演出结束后 毛主席到后台来看他们 并和他们交谈 这是江青第一次和毛主席直接交谈 这是38年的1月31号 那是赫子珍已经离开延安几个月了 江青说 第一次跟毛主席两个人直接交谈 那么江青就说 他说你不知道主席在和你说笑的时候 那种魅力 江青说那种魅力是他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 一个男人怎么这么有魅力 江青简直那你可以想象 江青那时候 太若木鸡然后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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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崇敬那种眼神 江青说他当时就觉得自己可以为毛主席去献出一切 甚至为他的一个微笑一个鼓励而去生去死去完成自己革命的天职 江青 江青66年年底跟文革 文革小组的这些人还能如此这般 这这这 多么动情啊 多么真挚 回忆起他当初跟第一次跟毛主席直接交谈的时候的那种 那种感受啊 那种感受 什么是爱情 这就是爱情 人类写爱情写了几千年了 这不就是爱情了 你看江青和回忆 他第一次跟毛主席直接交谈的时候他那个感受的不就是 这不就是真正的爱情 我可以为你生 我可以为你死 哪怕就为了你的一个微笑 为了你对我的一句鼓励 我都可以舍命 江青说 说他当时就觉得他就是属于主席的 而且主席也一定会是属于他的 那这才是江青 那么热烈的一下子就爱上了毛主席 但同时又是那样一个很自信的一个女人 他觉得毛主席也一定会是属于他的 齐本宇就问他 齐本宇说那么你你怎么那么就那么自信呢 江青说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有这么个想法 我爱他 然后又觉得他也一定会属于我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自己就有这种想法 他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巨力 就巨大的力量在吸引着他 把他吸引到主席这边来了 他当时就想我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主席的人了 这是齐本宇晚年回忆1966年年底 江青和包括齐本宇在内中央文革的一段大员们的这份的回忆 这份对历史的告白 主要说的就是去延安之前的自己的历史 用他在法庭上的自己的辩护一样 江茂仁三十年代光明正大 光明磊落 同时又说了他和毛主席的相识 让我们看到了神话般的猫将之恋 江青为什么要跟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这些事呢 他为什么在1966年的年底跟他们说这些事 似乎是在告诉他们或者通过他们告诉党内或者告诉天下 就是我江青 包括文革的这个新生代我们都是有 我们我们的革命历史 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的革命的历史 我们是革命者 我们不是文化大革命者 文化大革命者只是我们作为革命者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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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绎后续的一个角色 我们早年都是有着自己的光荣的革命史的人 我们都是有来头的 我们都是有来头 我们不仅是有着光荣的革命的历史 我们还要在文化大革命中为革命立新宫 不为别的 你从江青的语句来说 不为别的 仅仅就是为了毛主席的思想 为了毛主席的晚年思想 为了无产业端正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甚至说的狭隐点 就是为了江青就是为了自己的爱情 他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去立新宫 去抛头颅拿他 撒热血 分享到这 下次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